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 我们之前呢也是差不多跟大家介绍过的我们这个丝绒粘土 那我今天呢是想到的另外一个小办法 我们可以用它呢去制作我们超级超级可爱这个小的印章 或者是小的盖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模具去拓映出来它的一个字母 那我呢是想要先做一个非常可爱的爱心啦 然后大家都会非常喜欢爱心 爱心的话呢或者是这种小淘心其实特别的好做 你只要把一块长长的粘土呢把它从中间稍微的拉长一点 然后两边呢就是稍微的对折在一起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小爱心就可以放在这边啦 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我们这个小的盖章就已经是做好了 然后我们还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印尼 等到我们的丝绒粘土放置二十四个小时之后 干了完全干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呢是用一个粘土 还有我们的印尼全部都给它放在一起 就可以再盖章就好了 那我们的小的印章呢还需要的一个就是它的把手 它的把手我们可以放在上面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用它呢做成我们的印章的一个小的把手 就可以非常好的去把它放在旁边啦 好了那它大概是需要两个小时到二十四个小时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那么久的 在这个之间呢我们可以再做几个我们喜欢的一些盖章或者是印章等等 我这边呢想要做一个小的这个E 小的字母E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它看一下它这个下面呢是不是完全平的 如果平的的话呢就可以了 我们要让它看一下它下面这个完全是要平的 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的爱心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这是我的一个小的印尼 可以把它呢放在我们的小的爱心上去给它进行一个按压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就是一个小的爱心啦 这边呢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盖章 这样的话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错 好了我们还可以再给它来试一次 这边呢也给它稍微的多按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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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使这个力量要比较的均匀 总的来说的话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种小的选择 可以让大家呢有很多个选择在这上面 每一次都要给它按压均匀一些 好了那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的点子 虽然我们做的不是特别的漂亮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点子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意 所以在这里呢是推荐给大家 自己呢可以手工利用我们周边的一些小的玩具 还有非旧的一些小的浇水来制作我们的一个印尼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我还按摋运 我让它凳鸡 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把本段放在这里 我们把本段放在这里 我们我们挺好